第一件事情我們提醒觀眾朋友的是 難道投機氣氛 現在太濃了嗎 因為比特幣漲不停 這是不是對投資市場來講 也是一個警訊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因為當比特幣狂飆的時候 就市場已經非常投機 你看在今天牌面上已經漲到 像中環這樣的股票 對 像中環萊德這些 那我想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一方面是投機 一方面呢 現在的資金呢 是開始找地方去 那包含黃金跟比特幣 雙雙的大漲呢 我認為它不全然是投機 而是大家會覺得 股市漲太多 股值太高 我要找一些資產來parking 那現在我們看到 近期黃金大漲 比特幣在昨天也漲到72萬 反正到72萬了 好 那我們其實一路以來 從去年的12月就跟大家講 比特幣罰人問津 到現在非常的夯 那比特幣會不會繼續漲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說法 但是比特幣的籌碼 基本上是一直在什麼 一直在累積 首先我們先來看 整個現在的比特幣的一個 跟黃金的態勢呢 會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拜登說怎麼樣 希望提前降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如果各位去看 我認為呢 其實現在的一個重點是 資金如果開始準備降息的時候 就會開始往外衝 那往外衝的重點是 股票漲這麼多了 那要往什麼 要往所謂的避險的資產去走 所以大家就看到 美元最近是非常弱勢 所以這一波的美元弱勢以後呢 黃金就開始大漲 而且這個黃金是從三月份以來 大概兩個禮拜不到的交易日 狂漲大概6.58 創歷史新高 接近2200了 那比特幣也大漲 所以第一個大家要觀察的重點就是 如果美元弱 然後避險資產漲 那這個就是一個風險警訊 也就是大家覺得 他現在 現在不是就這樣嗎 對 現在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風險警訊 所以要注意嗎 要注意 所以就表示說 也許接下來對於市場來說 不一定是降息會推升股市 有可能降息之後 避險資產繼續走 可是股票資產就開始回檔 這是我覺得要提醒大家一個 很重要的重點 第二個我們再來看 下一個就是說 現在整體市場為什麼會這樣走 我們看到 整個現在的黃金漲這麼多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誰在買 他們叫什麼 東方的力量 當然就中國在 對嘛 東方的一條龍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中國 為什麼中國要買這麼多的黃金 我先跟大家講一句話 就是說其實美國跟中國來說 美國這一次真的是怎麼樣 是讓中國賠掉不少 為什麼 因為中國這一波這幾年來 一直在賣美債 大家知道 美債已經跌跌跌跌跌到底之後 中國是怎麼樣 去化美債 然後把錢 賣美債去買黃金 因為他還是有儲備 不然大家怎麼會相信人民幣 所以怎麼樣 我不要美債 我去買黃金 所以大家看到右邊這張圖 黃金怎麼樣 持續的買 然後怎麼樣 儲備量已經7000多萬盎司了 那這時候已經怎麼樣 持續的在買的過程中 大家看到黃金就是波段大漲 所以第一個 黃金有沒有潛在來買盤 有 如果不喜歡美債的包含什麼 俄羅斯跟什麼 中國 就是怎麼樣 去化美債 然後買什麼 買黃金 所以黃金這一段是往上拉 那接下來怎麼樣 如果美元一弱 黃金一強 那基本上黃金的態勢就什麼 就當作一個避險對沖的 最好的工具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整個現在的比特幣為什麼會這樣衝 我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怎麼樣 現在大家出現了 怕買不到 所以今年度以來 大家看 2024 我記得我們一直過去在講 其實大概三萬多四萬 現在已經飆到七萬兩千八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概念是 所有買比特幣的人 通通解套 而且通通賺錢 今年度如果買的一定是賺錢 那基本上現在什麼 比特幣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比特幣是什麼 極度貪婪 所以現在比特幣是衝很多 可是衝很多的過程中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助力 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助力 就是怎麼樣 現在的比特幣 應該是怎麼樣 開始有什麼 放鬆監管 什麼叫放鬆監管 我之前就跟大家講 加拿大是最先推出比特幣ETF的 像我自己持有就是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 其實兩年前就已經開放了 美國SEC是今年開放 接下來耍了什麼又被開放 英國 英國要開放比特幣的ETF 我認為現在監管的單位是怎麼樣 反正你比特幣這麼強勢 我沒有這些ETF 你這些什麼 你這些基金 我也沒有辦法監管你 所以我乾脆開放 讓你們的基金 可以去買ETF 然後什麼 然後ETF的基金 再去買什麼 比特幣 所以大家來看到這個點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比特幣變成全球 前八大資產 而且超越了白銀了 對不對 阿關你知道嗎 大概兩個月前 大概在第三大資產 其實很多話 捷句說那些大咖都認錯 因為當初他們都看壞比特幣 對 然後就是現在做回補 而且現在是什麼 基金開始強迫了持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黃金比特幣白銀 你看黃金跟比特幣 他都是不同於股票的資產 所以現在是以資產的項目 來做什麼 來做切入 那剛才君姐提到說 那到底誰在認錯呢 我先講兩個 第一個叫做貝萊德 貝萊德怎麼樣 本來是不喜歡比特幣 現在發了比特幣基金 所以基本上是怎麼樣 他本來說是洗錢 但是比特幣現在替貝萊德 帶來非常大的收益 為什麼 因為他募資也是超水準 我跟大家講 我們說在台灣的ETF 募大概是莫600億對不對 比特幣ETF 100億美元 100億美元的資金 去買比特幣ETF 所以也就是說很多人 包含我也是一樣 我不喜歡去炒幣 可是我覺得他是資產的一部分 那我就買ETF 我也不加槓桿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說 第一個去加比特幣的ETF 現在美國通過了 那基本上第二個 我覺得大家要特別特別留意的 這個人 我把它稱為是去年的債神 叫做Bear Ackman 那Bear Ackman 去年是怎麼樣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去年8月底放空沒債 10月回補 所以去年他大賺一波 結果他現在說怎麼樣 2021說比特幣 沒有任何的價值 現在Bear Ackman說 比特幣他會賣 而且他下了一個比較聳動的標題 他說比特幣的上限是無限大 那我不曉得這無限大是什麼意義 意思就表示說 其實他認為比特幣它的價值空間 比現在來得大 所以我認為 其實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市場對比特幣這麼火紅 這麼夯的同時 好啦 那基本上各國都在開放 那英國一樣讓什麼 讓整個的英棒 跟所謂的英國的央行 也開始持有什麼 比特幣 那大家知道其實一個國家持有比特幣呢 其實他不是什麼稀奇的一件事 可是當你知道英國他持有 政府只有6萬多枚的比特幣 你就知道了 大家嘴巴都說比特幣好像很危險 可是現在變成什麼樣 政府的儲備 6萬多枚的比特幣算給大家看 是40億美金 所以也就是說你看 加拿頭剛才講的 加拿大 美國到英國 這些政府都 公開的去持有比特幣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了 比特幣是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好啦 那現在就說 持有比特幣 現在大家變得非常瘋狂 那這是在港股的 對 我們之前講 唯策略就是在美股的 這家公司嘛 現在大家一直在找比特幣概念股對不對 香港的博雅互動 他本來是做什麼 做軟體 做遊戲的 線上這種所謂的遊戲的 他自己去買比特幣 買了1110枚 而且還公佈 結果怎麼樣 一公佈有 他說我買了4萬多塊的成本 現在是不是7萬2 大漲 所以股票就飄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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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飄上去了 所以現在接觸到比特幣 這些公司 我認為他有一個概念就是 他有軟體概念 那這樣的話 其實跟比特幣接上邊的話 其實就有機會 造成這樣的一個飄漲 好 那台灣應該也有 比特幣概念股 有 有 有 那能不能做多 好 我先講 有沒有機會也邀一波 我今天選出來 跟大家想像比較不一樣 大家傳統都說是 板卡跟伺服器概念 可是我問過我們現在的朋友們 現在沒有人在買板卡去挖礦 因為礦太貴了 太難挖 所以說包含你說立台 清雲這些顯示卡 其實今天有沒有漲題 有 但是你說他有沒有營收 其實營收沒有出來 所以我認為反過來你要去思考 當你比特幣大漲之後 其實什麼受惠 軟體概念股 所以軟體你包含資安 包含挖礦都是軟體 所以今天誰掌理 凱衛掌理 這做什麼 金融交易軟體 這如果大家在券商就知道 他其實說當券商做軟體 他的營收年增360% 所以軟體一漲 全部軟體資安股就漲了 01 營收雖然是年減 可是他殖利率大概5%多 營收也很不錯 他只是營收 沒有大增 但是他不掉 右邊叫敦陽科 他做什麼 做伺服器軟體也是 對 沒有 今天震盪而已 但是你不一直墊高 他一樣殖利率有5% 所以我認為軟體類的 可以當作什麼 比特幣概念股 選擇的其中一種 我覺得會比這些所謂的 顯示卡股來的好 那下面這個 我說老實話 真的不知道在賣什麼 第一銅 營收是寄生 可是呢 今天沒什麼賺錢 今天一拉就拉銅價的 金利鼎 跟著黃金動 所以銅價有沒有漲 有 那黃金漲比較多對不對 可是國內的黃金的 兩個概念股 金利鼎跟光陽科 他的既增都一點點 那月有沒有增 沒有 所以表示說 其實金屬概念股 現在以下來說 現在大家倒不如 直接買黃金 黃金的概念股 我認為比比特幣的概念股 它的波動來得小 所以現階段 我覺得從軟體資安去下手 跟比特幣交易相關的 我覺得還比較有機會